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五百四十三集 手机那边正是顾锡池 他还在实验室呢 手上拿着份报告单 听到这句话 他把报告单一把拍在了桌子上 你忘记我当初是怎么把你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 马修不动声色 你放心,我不会动他 但找到巨鳄之前,就算是你说话 我不会放他们任何一个人 这是原则问题 马修直接挂断了电话 顾锡池这边虽然有过命交警 那是他欠了顾锡池 不可能因为这个放过其他人 京城实验室这边 顾锡池一脸懵逼地看着手里电话 江东叶正在看一个培养米 他侧头看向顾锡池 你没事吧 不是 顾锡池摇头 我们家小冉儿什么时候跟巨鳄又有关系了 他低着头翻出了成俊的号码 马修说不动秦燃 肯定是不会动的 成俊那边肯定要说一下 顾锡池见过马修的不少命单 成俊也在马修要抓的人之列 江东叶看着他打电话 不由挑眉 难怪京城最近这么安静 什么消息都没有 感情是消息中心风暴的秦燃 成俊离开京城了 M周 马修大楼 马修随手刷了卡进去 他目光在秦燃跟程温如之间徘徊 在秦燃身上稍微停顿了一会儿 马修一身气势确实强 程温如一直淡定的心 这会儿也有些打鼓了 马修看出了程温如的惬意 他最后略微偏了头 指向秦燃 把他先带出去 这是要单独问话程温如的意思 秦燃坐在椅子上 手上加快动作 把一局游戏打完 才随手把手机放在了审讯桌上 随意地往椅背上一靠 抬眸看着马修 等等 我们先聊 程温如手抓着秦燃胳膊 不 你先带他出去 秦燃双手还胸 用下巴点了点程温如的方向 马修眯眼看着秦燃 这是顾锡持药宝的人 私存了几秒之后 他才示意手下 把程温如带出去 咔嚇一声 门被关上 马修坐到秦燃对面 一手拿着秦燃的资料 他随意看了看 就把资料随手放在了一边 开门见山 你想跟我聊顾锡持的事吗 只要你交代出来巨饿的事 我会疯了你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联系到顾锡持 其实马修知道 秦燃一定跟顾锡持很熟 还很熟悉M轴的局势 不聊顾锡持 聊聊你 秦燃随意笑了笑 马修一手搭在桌子上 一手搭着扶手 轮廓分外分明 眉头一挑 你说 秦燃看了他半晌 说 你是不是刮了胡子 是 秦燃点点头 那应该是马修本人了 把监听器关了 马修眯着眼看他半晌 还是关了监听器 四年前 你跟你的手下在F州 被地下联盟杀手追杀 是顾锡持救的你 后续二百难民成功逃出 看他关了监听器 秦燃才往前轻了轻 手指撑着下巴 不紧不慢地开口 有没有想过 是谁透露出去的消息 听到这一句 马修搭在扶手上的手一紧 他猛地抬头 秦燃手指依旧撑着下巴 指尖是冷白色 脸上的笑容 看不到任何锐意 跟危险气息 是你 马修看着秦燃的一张脸 深色的眼瞳闪过显而易见的惊涩 我知道你要找巨恶的消息 但他现在具体在哪 我跟程姐姐不知道 秦燃直接打断了他 他没有说话 也猜不到巨恶会去哪 巨恶能混到现在这个地位 肯定有自己的神秘跟厉害之处的 至于程姐姐 是因为他在129下了单 被巨恶接了 你抓巨恶也不现实 除非 你想公开跟他杠上 但是 我劝你不要 想想你今天接到巨恶的消息 是不是有猫腻啊 秦燃收回笑脸 他看着马修 拉着椅子站起来 现在 我们可以走了吗 马修看了秦燃好半生 终于点头 他深深地看了秦燃一眼 开了耳脉 开门 放他们出去 手下开了门 秦燃当先走出去 程温如被人从隔壁带出来 连忙走到了秦燃这边 把秦燃从上往下看了一遍 然然 你没事吧 秦燃的心情似乎很不错 他把手机塞回兜里 看了程温如一眼 笑着 没事 程姐姐 我们回吧 直到坐上了车子 程温如才敢相信 马修是真的放过他们了 燃燃 你是怎么说动他们的 刚刚他们那个样子 竟然不会善了啊 秦燃挑了挑眉 面不改色地开口 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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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温如抬眸 她是有点不信 但秦燃一张脸十分真诚 程温如她信了 与此同时 程俊临时住所 成水成火一行人都在一楼开会 整个一楼气氛很沉 程俊垂着眼眸 身上一股子低气压 好堂主 杜堂主一行人都在 眉头紧紧地拧着 若是马修抓错了人 她肯定是 查到了程小姐跟秦小姐的身份 不会善罢甘休的 马修找程俊这边的漏洞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成火跟程墓都没有错 垂着脑袋 十分地自责 成火当先开口 肯定是我技术不精 被马修发现了 连累了他们 成水也要背锅 是我先给秦小姐 推荐了那个咖啡馆 老大 我去联系马修 停机坪那边 程俊直接站起来 一双眸子看向门外 唇角抿着 表情愈发地清冷 不用 你们待着 我去找马修 表情愈冷 声音愈发平淡 他拿着吹钥匙刚要出门 停在大门四五步远的地方 他脚步一顿 抬眸 看向门外 成火 成水等人 诧异地顺着他的目光 看过去 几秒钟之后 成目的眼前一亮 秦小姐跟大小姐 回来了 他的话音刚落没几秒 大门就被人给随手推开 秦冉跟程温如有说有笑 秦冉一手插在兜里 看着一行人挑眉 都站这里干嘛 成火的脾气急 他走过来 挺不可思议地开口 不是 秦小姐 你们没事啊 我们能有什么事 秦冉伸手整整衣袖 反问 你们不是被马修抓去了吗 成水也走了过来 根据他们线人报告 确实是没错 程温如这会儿也淡定了 他点点头 是马修的手下抓错了 刚刚在车上 他们还跟我们道歉了呢 成目和成火一行人 面面相去 道歉 这马修 他会干这事 秦冉没有参与讨论 只是站在成郡的对面 理直气壮的脸 看到他时 不由自主地偏了偏 他咳了一声 上去聊聊 成郡本来在思索着其他的问题 因为秦冉之前的事情 他有些乱了心神 平日里的运筹帷幄 基本上一败涂地 不过顾西迟已经跟他说过 秦冉成文如 不会有事 他还在调整心态 没想到秦冉 倒是先礼不值 气不壮了 成郡挑挑眉 他不动声色地开口 你上来 他侧身 让秦冉先上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